我們這次會講到 我們能夠敏感到自己的感受 能夠分享出來 和可以幫助人 可能有些人會問 為何要講感受 為何要留意感受 為何要分享感受呢 我想說 如果你想有心事鳳 無論就算你普通的街頭傳呼音 你傳呼音的時候 如果你毫無表情 那個人都會覺得 為何這兩個人和我們傳呼沒有感情呢 如果我們聽到人說 我很辛苦 有很多重担 我們毫無感覺 亦都很難帶他去耶穌 當我們有一天分享聖經的時候 我們分享聖經的時候 如果我們 譬如說 講到如果沒有感情 亦都很難令到人會留心聽 和應用到 對不對 你發覺 大家如果留意 你發覺 甚麼道具對你這麼大吸引呢 通常和生活有一點 令到我們有感受 令到我們覺得 我都是這樣的 我都有這個需要 令到我們都有一種輕敏感 這樣的時候 我們更加容易領受信息 所以其實 在任何的事項 包括人與人相處 如果你跟一個人相處 他說話是目無表情的 外外濟濟 口定目外 說話是沒有感情的 我想你跟他聊天聊天都會覺得 好像沒有甚麼反應 你會覺得 跟這個人很難建立的關係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介意去學習 留意自己的感覺 然後能夠說出來又去處理 這樣我們才能夠 第一就做一個健康 開心的正常人 因為 神做人的其中一部分 就是我們有感覺的 而因為人類犯罪 犯罪之後 就開始 人們麻木了 所以有些人不懂笑 不懂哭 不感受到感覺 這也是一個人的影響 有些人說不要哭了 不要哭 哭甚麼 哭包 經常都哭 那就會令他覺得哭是不好的 我們不是說哭是好 不過起碼他知道為甚麼哭 為甚麼會憂傷 由他處理的時候 他處理到 他的心就會鬆了 就不是說骨實不要哭 是他的心鬆了 這樣的時候 他就會做一個健康的人 不健康的人是怎樣的呢 他真的麻木了 我認識有些人 他告訴我 我完全沒有感覺 另外有些就是 他接受不了的感覺 控制不了的感覺 其實這些是一連串 整個人的生命的 也都是因為近代有很多影響 很多人不知道 我去研究 我去看 原來發覺睡覺是影響 很多的 睡覺影響情緒 我已經在寫在哪裡 說睡覺 但我簡單說一部份 原來晚上在光之下是難睡覺的 開電腦和開手機是難睡覺的 儘量減少用這些工具 尤其是臨睡前 儘量在一個比較暗的情況 就是臨到睡前 就不是光殘殘 因為人是需要在暗的時候睡覺的 在暗的時候 去祈禱可以 可以關燈 祈禱 身體就會適應的 適應呢 你既然好 放鬆的人 你會容易睡覺的 人的情緒都會健康一些 如果人是 睡得不好 他的情緒都會難處理的 我們今天主要講到 如何能夠留意我們的感覺 然後處理我們的感覺 已經指上了一個經文 羅馬書12章15節 12章15節一起讀 與喜樂的人要同樂 與哀嚇的人要同哭 這句話是保羅所說的 保羅是一個神學家 有一個報道家 有一個宣教士 有一個神學家 你覺得他好像沒什麼感覺 其實不一定是神學家的感覺 有些人以為學術性很高的人 一定是沒有感覺 他是犯理賽人 學很多聖經的 但是他是一個 都是感情豐富的人 他就說到 喜樂給人同樂 你幾多人開心 和他一起開心 為什麼他會開心呢 他有什麼事發生 我都和他一起開心 有一個人哭 有些人說 他哭就是他是弱者 他沒有用 那時候就不能理會他 但其實當我們感受到 其實就是他的憂傷 我感受他憂傷的時候 我就更加能夠 回應到他 能夠更加幫助他 能夠更加提升他的生命 所以我希望大家知道 原來我們感受人的憂傷 是幫到他的 你都幫到自己的 越留意自己的感覺 越處理到 那個人就越健康的 神是一個很開心的神 西藩雅書三章十七節 這是很開心的 如果你不記得這個經文 可以寫下 回家提 西藩雅書三章十七節 那裡下半部就說 神因你歡欣喜樂 默默地愛你 請因你喜樂而歡呼 神會因我們歡欣喜樂 默默地愛你喜樂而歡呼 神的感情是很豐富的 神不是一個外際的神 神不是一個偶鬥的神 但是今這個時代 很多人變成偶鬥 為甚麼 因為情緒處理不了 人變成偶鬥 變成一個沒有感情 變成一個不懂得說他的感情 亦都接受不了感情 因為壓抑 譬如不開心 不要不開心 不要不開心 即是不要想那麼多 只是不要想 其實處理不了問題 而神是一個喜樂的神 當我們時時有神的同在 我們就能夠開心 開心是我們才健康的 你想想一個人 每天都是不開心的 或者是嘔嘔嘔嘔的 心是堵住的 堵住的 但是當我們笑一下 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 在你日常生活 你笑的次數有多少呢 在日常生活 你多一下 因為他是一個比較單純的人 但有很多人 你數一下這個禮拜 你笑過多少次呢 大約 有些人都沒甚麼原因笑 笑甚麼呢 天天都是很多事情要做 很多壓力 很多人的問題 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 就是人會變得壓抑 裡面的人被捕住 捕住就會不健康 所以我希望大家知道 原來對於我們的生命 和對於事物都是非常之重要 就是我們能夠留意到我們的感受 處理我們的感受 不是排斥我們的感受 不是壓抑我們的感受 我是知道我有這些感受 我們上一次已經讀過這些感受的形容詞 我們這次不同的就是用聖經的例子 因為這裡已經有些例子 我就不用這些 我用其他的 為甚麼呢 為甚麼有聖經人物說呢 因為說了第三身 又說你自己容易些 就是別人的感覺 你容易說些 說自己的感覺難些 我們可以想一些聖經的人物 譬如說 有一個伯父長 他就請耶穌去醫他的仆人 但是耶穌說去 他就說你不用去 因為 真的 我不敢請你去 我卸下 只要你吩咐一句就可以了 因為 我有人在我之下 我叫他做甚麼 去哪裏 他就馬上聽話 耶穌就說他的信心很大 這個人 我們想一想他的 那種內心的感受 他會能夠 大家不用看這個字 你可以看著我可以了 我們看聖經 我們一方面有 我有這個 法揚神屬性 查經法 就去看神的屬性 和他的感受 我們都看人的 也都可以 從這個經文 我們會看回神的感受 這個人 到底發生甚麼事 他一定是以前 曾經見過耶穌行的神跡 或者聽過 他真的信 他信 其實有感覺 信耶穌有感覺 他就說 耶穌這麼好 這麼厲害 這麼厲害 我記得 其實我接觸聖經 是我小時候已經有接觸的 我小時候三年級 就在粉嶺浸信會小學 不知道二年級還是三年級 那時候 我就是 翻了一年 後來也有去主學 不過那時候我真的不太記得 因為我記得說耶穌 我記得讚美耶穌 但是我忘記他告訴我 如何清楚上天堂 我在上教會 和後來回主學 都沒有聽到他們說 或者他們有說 我不上心 但是到我後來 我中學的時候 有一次我突然想到 是不是有神呢 那我當時的結論就說 這可能都是哄別人的 哄別人的教堂 但是到我後來 到了中六的時候 我想到關於 有沒有神的問題 為什麼讀書這麼辛苦呢 後來我就想到 人生如果只是為了賺錢 將來結婚生孩子 那有一天都會老 老又會死 那到底人生是怎樣 是不是有永生呢 後來我就看到一本書 是科學的書 居然裡面是有講到 他說這個世界很有秩序 是有個神的設計 那我就很驚訝 我當時的感覺是什麼 是驚訝 會這樣 而我又很有心 很想知道 這個神是否真的 後來有個基督徒 跟我聊的時候 我就告訴他 到底是否有證據 證明有神 他說是的時候 我心裡面是很舒服 很開心的 我想像這個伯夫長 他同樣有這種的 聽到這個說話 他的心裡面一定說 這個耶穌 一定是從神以來 一定是很特別的 他的心裡面一定會有開心的 信心是會有開心的 大家相信耶穌會不會有開心的 有些人說 我算是沒有開心的 可能我們有些是阻滯了 為甚麼呢 有些不開心的經歷 所以我們覺得 信耶穌也不是不開心 那我呢 我當我信耶穌之後 我就看到很多證據 我還記得當時起床 我有幾年的時間 每天起床就說 真的有神 我馬上很開心 真的有神 還有我看聖經的經文 我覺得很好 就是耶穌真的這樣行神 耶穌真的說這些說話 我看的時候很震撼 當我有機會看到聖經的時候 我發覺我家裡有一本新約聖經 我問了問完 我妹妹的教頭 就拿了回來 但她沒有看過 我問她我可不可以要這本聖經 那我就看 我看的時候是很震撼的 這個就是 因為我喜歡神 那時候我未才喜歡神 但我看到神是真的 我就很有興趣 那我一看的時候 就有很震撼的身 我相信這個 我相信這個 白夫長也是同樣的 就是說 耶穌有這麼多神職 她當然是很特別 她當然是從神而來的 這個就是她的感覺 就是她有一種開心 興奮的感覺 有盼望的感覺 覺得人生有盼望 這個我形容出來 一會兒我想大家就是這樣形容出來 就是 你說我不太懂得形容 你不形容到 你不形容到 用特別的字眼 普通字眼也可以 就是有耶穌 就是 首先我們要分別思想 思想 就是說 真的很好 但是她的裡面 會有一種興奮 這樣指上 有很多形容詞 你可以去想一下 到底她有沒有這些感覺 好了 到了她的仆人病了 她有什麼感覺 她會擔心 但是她就想到耶穌 她有一個擔心 一個她就想到耶穌 耶穌是這麼有能力的 耶穌是這麼能夠醫治人的 所以她就覺得 耶穌一定可以得 那麼她就去找耶穌 她有這個滿埋信心 因為很多人找耶穌都得到光澤 她就告訴耶穌 我跟耶穌有病 那耶穌就說 好吧 我去吧 那麼她聽到有什麼感覺 都是開心的 耶穌說去 但是她即時也有另一個感覺 我真的不太配你去我家 這個感覺不是很好 或者她覺得 好像浪費耶穌時間 都是不用你來了 但是她同時有個信念 信念是思想 她有信念 她相信耶穌有能力 她知道耶穌只要吩咐一聲 她就可以得意志 她的獨仁可以得意志 所以她就跟耶穌說 她說 你不用去我家 我不配你去我家 只要你吩咐聲 我獨仁一定會好 因為有人在我的權下 我吩咐她來她就來 我吩咐她做什麼她就做什麼 她的意思就是 我知道耶穌一定有這種權兵 所以她對耶穌有什麼感覺呢 她覺得很穩定 很平安 很平安 有安全感 安全感 安全感 什麼呢 比如你有個很好的爸爸 你爸爸說搞定不穩定 會幫你做 你會安全 有安全感 比如有一天你搞不定的 但是她說我會幫你 那時候你有安全感 耶穌會說 就是 她對於耶穌有安全感 所以她就跟耶穌說 你不用來 那耶穌就稱讚她 稱讚她 你真是很有信心 她說在以色列中 我都沒有見過這麼大的信心 那這個人呢 聽到之後她當然覺得開心 那她有沒有驕傲呢 我們不知道 那她應該起碼開心 那如果她是健康的基督徒 那她就應該處理她的驕傲 我特別厲害 她覺得是神的恩典 原來一個經文裡面 其實任何人發生的事 都會一連串的感覺 我先示範給你看 由起初一直到後來 由她回家 有人告訴她 由她看回的時間 就是耶穌告訴她 好的時候 她的感覺是什麼呢 哇 這麼準確 真的 興奮了 更加有安全感 更加堅定她的信心 堅定信心就是信念 感覺就是有安全感 興奮 開心 她更加對耶穌有信心 這個就是信念 我們要分清什麼叫信念 什麼是感覺 為什麼要分清呢 因為人其實最受影響是感覺 我們的信念會影響我們的感覺 我稍為講一講 為什麼人處理感覺是最重要的 我想問大家 你發夢的時候 如果你發惡夢 是不是通常 你面對的是 懼怕 擔心 不肯定 通常是感覺走出來的 如果在惡夢裡面 如果在一些 平安的夢 這個就是一個人 平安的夢 你覺得舒服 通常有個經歷 譬如你說 我喜歡和這個人在一起 因為和他一起很舒服 很開心 或者和一個人在一起 好像很大壓力 都是感覺 原來任何事發生 我們最重要的反應 對我們最重要的反應 都是感覺 我不是說應該靠感覺做人 而是我說 人的感覺是影響我們最大的 就是任何事發生 兩個人同樣的事發生 可能兩個人的感覺完全不同 因為他們的信念不同 比如一個簡單 一個例子 有一個人罵 有兩個人 兩個人同時被人罵 同樣的說話 罵他 一個 他的信念就是 被人罵是很慘的 他罵我就是 我自己很衰 他又衰 所以我很慘 他是會很受傷的 但你一個人說 這是他的問題 他為何無理罵人 是他的問題 我不需要理會 我不需要給他影響 雖然他也會不開心 但他會盡快處理 他會盡快鬆開 所以這兩個人的感覺 是可以完全不同的 好了 說到那個不開心的那個 他有多少影響呢 他跟著 唉呀 真是慘 唉呀 被人罵完真的不開心 唉呀 真的沒有心機吃飯 唉呀 睡覺都常常閉著 睡醒覺又不開心 是不是會這樣 即是那些感覺 是會一路入心的 原來人呢 當我們有一件事 不順意 我們而接受不到 是會一路入心 而在神裡面的方法 第一就是有神的同在 神的同在會帶來平安 當你讚美神 其實你有時自己在 唱一些簡單詩歌 譬如 主耶穌愛我 你試一下 你試一下感受的感覺 主耶穌愛我 不要想到這些問題 只是想著耶穌 主耶穌愛我 主耶穌愛我 放鬆一下心口 有四件告送我 耶穌愛我 耶穌愛我 耶穌陪著我 你在我前後還要我 按手在我身上 按手在我身上 你永遠謙卑服侍我 你永遠謙卑服侍我 我感謝你 我感謝我 我感謝你 我感受你 望你在我前後挽揚我 安守在我身上 你永遠已被服侍我 我感謝你我享受 我愛你 有沒有覺得平安輕鬆一些 有幾個覺得平安輕鬆一些 原來主母的神就會輕鬆 還有放下 你會說我放不下 放鬆是一個好的方法 我告訴大家 放鬆怎麼放鬆呢 放鬆不只是不用力 而是有這麼鬆 放鬆得這麼鬆 好像整個人都鬆了 好像再鬆就會掉到地上 你試一下大家 現在想一想耶穌黑了眼 又放鬆了個人 由頭到身 到腿部 有這麼鬆 不能這麼鬆 耶穌愛我 耶穌愛我 比如你心裡想一些事情 你就不要想那樣東西 你專注在放鬆 啊 有時候可以開聲 會有幫助的 啊 就是好像把壓住的感覺 叫出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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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 把裡面的壓力 透過聲音發出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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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試一下做 做一下 做一下 就越做越鬆了 OK 有幾個人覺得鬆一點 現在 這個呢 就是 學習 在祈禱的時候放鬆 用一段時間去放鬆 世界上的事情不要擔心 那些人就會 越來越鬆 越鬆呢 你的感覺就會回復回來 回復回來 會懂得開心 大家有沒有小時候記得 第一次看到雪糕 都可以吃雪糕那種開心 或者總之小時候試過有東西好吃的 開心 或者有得去旅行 或者有得去看電影 或者有得去街 有沒有開心的感覺 有沒有試過 有幾個人試過 小時候呢 有些要做一件事開心的 舉手有幾個 有沒有發覺現在會少了 大了好像少了 因為以前吃東西很開心 現在吃東西經常都有吃 好像不是那麼特別 這個呢 原來人是會慢慢 因為 有 所以就覺得自己有了 變了就不懂得感情 其實有一句說話 挺有幫助 他說活在現在 什麼叫活在現在呢 因為人很多時候活在以前 就是想起以前的不好的東西 但是活在將來 一間要做什麼 活在現在是什麼呢 你在洗一碗 享受那些水流在手裡 洗完會很乾淨 享受現在輕鬆 在那裡祈禱 讚美神 聽說在這一陣子 譬如現在坐在那裡 你留意自己 可以放鬆 可以輕鬆些 我不用背著壓力的 感謝耶穌 你走路啊 乘車啊 都可以這樣 洗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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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人呢 就時時在一種平安輕鬆的狀況 你更加容易處理你的情緒 還有呢 你的情感會呼籲回來的 會開心回來的 那這個我希望大家都能夠 自己做 還有在聖經裡留意到聖經人物 原來他們裡面一樣 是有很多不同的感覺 那我們一間分組 就會做這件事 就是呢 你看到那些聖經人物 他們所經歷的事情 那你就會 你去想像你是他 你說出他的感受 當你是他 譬如你是他 你會有什麼感受 你會 即是儘量將他各方面形容出來 仍然出了感受 那這個呢 幫助我們 留意到自己的感受 也要留意到人的感受 讓我們 將來可以處理到我們的感受 那然後呢 就是 當有一個人說的時候 另一個人可以回應 啊 譬如說浪子 啊 我覺得很 很失敗的 我覺得很失敗啊 我居然呢 用了些錢啊 爸爸給我的錢 才沒有 那另外一個人呢 就可以 接受了 啊 我知道你現在覺得很失敗 你覺得不開心 接受 不是馬上教他 接受他的感覺 我知道你在這個陣 是會不開心的 我接受你現在 有一種內疚的感覺 就是把他的感覺說出來 今天就不是很多去 就是說去幫他處理 而是主要是 他說了之後 有其他人可以回應 說出他的感受 然後呢 就認同他的感受 那他也可以說得出 當你認同的時候 有什麼感覺 因為我們其實 每個人都做過浪子 大家沒有問題 就是說 首先那些聖經人物 我們有不同的情況 你就會把那個情況 你當你是他 用一身 第一身來講出 當時的感受 當他講的時候 其他人就當他是那個人 當他是浪子 然後你就回應浪子 當他講出他的感受的時候 你就會說 我知道你有這種感覺 我知道你覺得辛苦 就是接受 他都可以講出 當你這樣講的時候 當他是浪子 他的感受是什麼 這個會幫我們 恢復我們對於感覺的留意 還有看到聖經人物 聖經人物其實一樣 是有很多的感覺 這個也會幫我們 裝為侍奉 因為你想侍奉 我們回復感覺是很重要的 你有沒有發覺 那些沒什麼感覺的人 通常跟人說話 好像沒什麼說 好像沒什麼反應 因為他的感覺已經壓力 都好像 這樣說完了 事情已經說完了 但為什麼有這麼多人 去回應人 因為他感覺到他的感受 所以能夠回應 必定是我們感受到人的感受 才能夠回應 所以能不能看 失敗 也有些人 也有些人 是個陽光